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后面的第二段和第三段 就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广告对老百姓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段 第二段等于是第一段做了一个小的延伸 先看第二段第一句话 Advertisers discovered years ago that all of us love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广告商们多年前就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免费得到一些东西 这个句子同样先做语法成分分析 Advertisers是主语 discover是位于动词发现 years ago注意是状语前置 是时间状语 为什么呢 因为discover后面跟的that从句到句末 明显是个宾语从句 除了discover的宾语 但这个宾语太长了 而时间状语years ago多年前是比较短的 李老师多次说过 在几乎动词后 如果宾语长状语短 先写状语后写宾语 本分钟宾语从句太长了 所以先写时间状语years ago 但注意后面that从句是discover的宾语 这个要明确 而不是前面years ago 它的这个定义从句 把它看清啊 是做discover的宾语 然后在宾语从句里面 还嵌套了一个小的一个状语 for nothing 是固定搭配状语 叫免费地 我们所有人都喜欢免费多多东西 for nothing 是宾语从句内层的一个状语 免费地 这个结构咱们一会儿会讲到 好 这个我们重点看一看 后面那个免费 做某事免费 大家可能都喜欢免费 这个结构都会说 做状语免费 付词 或者相当于付词的障碍语 有for nothing for free 或者free of charge 叫它免费 做某事 免费停车 免费在这住宿 等等等等 叫免费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for nothing for free free of charge 再来一遍 for nothing for free free of charge 都是表示免费 做某事免费 这个可以来用 本文中这个for nothing 也可以换成后面两个 都行 都对 都可以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客人可以免费停车 客人在这可以免费停车 我们来做客 你停车 不收费 这个停车可以用动词park 对吧 带进去可以这么说 guests can park for nothing 可以这么说 或者guests can park for free 或者guests can park free of charge 叫做免费地 你看 非常重要 三个搭费 任选其 含义一样 搭费可以替换 好 这是免费做某事 这是做装语来用 那么还有一个类似的搭费 表示某个东西免费 后面加名词 这个搭配叫 no charge for something 表示后面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停车免费 怎么说呢 there is no charge for parking 停车是免费的 注意for 后面跟名词或动名词 表示做某事 或者某个东西是不收费的 免费的 no charge for something 这个结构顺便可以记住 还有一个表示 店主请客 这个东西免费 就是这个东西的钱 是店主老板给你掏了 本店请客 我们大声类的就叫 beyond the house beyond the house beyond the house 叫店主请客 这本店请客 是这么一个意思 经常呢 可以用在我们 吃饭这个场景 一个人 请了很多朋友 坐了一桌 吃了好几百块钱 最后呢 上一个果盘 那服务员说 it's on the house it's free of charge it's on the house 这个菜免费 是店主请客 这个注意得听懂 it's on the house 不能翻译成 哥几个 这碟菜上房吃去 这屋顶吃去 不是让你上房吃去 而是店主请客 本店请客了 这个钱免费了 也是表示免费 这几个免费 你看用的场合呢 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咱们看一个 著名的口译教程 就是走遍美国中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一下是怎么说的 好 咱们先听一听 你看这个是爷爷呢 在加油站加油 加油之后呢 就问这个加油工说 How much do I owe you 我应该给您多少钱呢 这个搭配当常识 可以背一背 字面意思是我欠你多少钱 其实是负账是这么说 一般都是先服务 最后给钱的时候 How much do I owe you 但这个you读快之后 发生原因弱化 就最后那个 哦 发生这个声音变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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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都讲 How much do I owe you How much do I owe you 这么一个声音 然后就加油工说了 Well that would be 18.70 cents 我说这一共是 他看了看 18美元70美分 注意后面这搭配 No charge for the clean up 这个擦车免费 clean up就清洁了 结果加完油之后 给你擦了擦车 这擦车免费 It's on the house 这个表示本店请客了 擦车费用 我老板给你掏了 是这么一个 这个搭配 你看两个都有了 太漂亮了 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像听中文对话一样 How much do I owe you Well that would be 18.70 cents No charge for the clean up It's on the house 你看 How much do I owe you Well that'd be 18.70 cents No charge for the clean up It's on the house 擦车免费 It's on the house 本店请客 这表示免费相关词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好了 后面第二句话呢 就对第一句话 进一步解释 和加深 他说 An advertisement which begins with the magic word free can rarely go wrong 这同样呢 我们还是先做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An advertisement 一个广告 什么广告呢 后面黄颜色的明显是 定语从句 修饰这个广告这个词 就是 which begins with the magic word free 以免费 这个有魔力的词 开始了这么一个广告 can rarely go wrong 很少会效果不好的 这个go wrong 就是有不好的效果 这个free在这儿 那么都用大写字母 这表示印刷字体的变化 本该小写变成大写 就是表示突出了 咱们读的时候 中读一下就好了 the magic word free 中读一下就好了 这个free在这儿呢 明显是做前面 the magic word 的同位语 这个有魔力字是什么呢 free free就是这个有魔力的字 他们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同位语 好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里面一些固定的表达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begin with begin with something 固定搭配 就用什么什么来开始 以这个形式 这个内容来开始 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记忆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又是走遍美国中一个片段 这是祖孙的一个对话 就是爷爷跟孙女一个对话 咱们先听一听 这切一下刚才在翻页是出的问题 在这句话中我们先重点看一看一个动词端语叫begin with 表示以某个东西作为开始 以某个内容 以某个形式作为某个事情的开始 固定搭配后面叫with 咱们同样看左边美国这个著名美剧中这个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这是祖孙的对话 就是爷爷和孙女的一段对话 咱们先听一听 你看这很亲密的这么个场景 很温馨 然后呢一开始正题字是爷爷说的话 Let's go into the kitchen and maybe you can help me set a table 然后我们来一块到厨房里去吧 可能你会帮助我呢 来布置好桌子 set a table 布置好桌子 我们晚上要吃晚饭了 布置桌子 set a table 然后呢这个孙女说 sounds good to me what are we having 听起来对我来说不错呦 那我们晚饭要吃什么呢 这个have不是有 而是吃的 have dinner 不是吃晚饭吗 晚饭我们要吃什么呢 爷爷就说了 你看我准备的很丰盛哦 I prepare lamb chops mashed potatoes and a tossed green salad to begin with 你看我准备的有 第一个 有羊排 lamb chops lamb 我们讲过这个b不发音 就是小绵羊的意思 就羔羊肉 这个chop 就是排骨 羊排 还有什么呢 mashed potatoes 还有土豆泥 这个mashed 就是被打碎了 倒成酱的 这个mashed 就是把它弄得粉粉碎 把它碾成酱 这个意思 mashed 就是被整个弄碎了呗 倒成泥了的 potato 但爷爷都能potatus potatus 为什么呢 因为potato 后面的o又发生原因弱化 毒快之后 open up potatus potatus 就是土豆泥 被碾碎的土豆 and a tossed green salad to begin with 还有呢 第一道菜 我们先上 这个拌好了调料的 这个蔬菜沙拉 green salad 不是绿色的沙拉 就是蔬菜沙拉 里面是绿叶菜 所以叫green salad 这个tossed 就要拌好了调料的 为什么呢 它来自于动词toss t-o-s-s 表示什么呢 抛上去再调下来 抛上去再调下来 这么一个动作叫toss 我们知道往里拌调料的时候 沙拉酱啊 什么油啊 等等的放里之后 我们要用那勺子 咱们这么搅拌一下 所以tossed 被搅拌了好了的 这个蔬菜沙拉 就拌好了调料的蔬菜沙拉 to begin with 就是我们晚饭开始 是用它来开始 用蔬菜沙拉来开始 第一道菜 然后呢 孙女很高兴 Grandpa you're a terrific guy 就是爷爷呀 你真是个非常棒的人 人们说 terrific叫棒姐也特别好 我们把这片子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Let's go into the kitchen Maybe you can help me set the table Sounds good to me What are we having I prepared land chops mashed potatoes and a tossed green salad to begin with Grandpa You are a terrific guy 是这么来说 to begin with 表示以什么形式来开始 那它相对应的呢 就是以什么什么来结束 你看多好记忆啊 动词 begin 换成end 借词不变 end with 以什么什么形式来结束 这个意思 以什么来结束 这个我们再看个例子吧 大会在齐唱国歌声中结束 大会结束 大家起立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当 就我们来一块唱国歌 用这个形式来结束 就大会是用这个形式来结束的 大会是怎么样呢 the rally 叫大型的集会了 ended with the singing of national anthem 大家一块唱国歌 用这个形式来结束 你看end with something 以什么什么形式来结束 这个singing 当时唱了 anthem 叫圣歌 或者颂歌 国家的颂歌 就是我们说的国歌 我们读一下 th要吐舌头 别忘记 慢慢来 national anthem national anthem 就谷歌 以这个形式来结束 本分钟是以 有魔力的字 免费来开始 这个两个搭配可以记住 好 这个frame呢 重读一下就好了 can rarely go wrong 很少会 这个效果不好 这个go wrong 在这不是走错路 而是出错 出问题 不顺利 这样的广告 很少会不顺 很少会效果不好 会出问题 这个一般不会go wrong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二十课里面讲习语时 可能有这个句子 大家还记得吧 在二十课我们讲过 something's gone wrong with my computer 我的电脑出故障 出问题了 这个s就来自has了 go wrong with 表示某个东西 出问题 出故障 尤其表示什么机器 等等等等 这也是出问题 不顺利 对吧 出错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看一看 在这个33可难忘的一天 一百五十四页的第一行 一百五十四页 第三十三课的课本的第一行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days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日子 都经历过什么日子呢 事事都不顺利的 这么的 这样一些日子 go wrong 也是表示出错了 出问题了 或者不顺利 是这么的 每一件事都不顺 这样的日子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本分钟go wrong 就是这个 效果不好呗 就是做广告之后 没有什么效果 出问题 不顺利 go wrong 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第三句话 就进一步说了 你看 当今确实这种广告 很流行啊 these days advertiser not only offer free samples but free cars free houses and free trip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these days 不说了 咱们早就说过 当今现如今 在第四课 第21课 多次说过 他说当今现如今 广告商们 not only 是跟后面那个 but 还有巨末的 as well 放在一块 是不但而且 咱们也说过 他们不但提供那些 免费的样本 样品 sample 就是一些 样品样本了 像什么 小包装的洗发水啊 超市切成小块的 这个什么香肠啊 免费样本 but 而且 还有免费汽车 免费的房子 甚至还有 免费的世界旅行 这个trip 做名词表示旅行 意思特别多 他要么表示呢 是比较短途的旅行 当天往返的旅行 要么表示超长距离的 环球旅行 所以trip这词 特别走极端 要么就是比较短途 近距离的 要么就是环球旅行 他一般特别短 或特别长 走极端 这个环球旅行呢 用的是trip round the world 你要在美式英语中 就觉得别扭 为什么呢 美式英语一般用 切词around 而英式一般用round 但是意思一样 都是表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在什么什么 遍及每个地方啊 在四下里啊 在周围啊 意思是类似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这段译 around the world 在我们美式的 around the world 英国的round 在美国换成 这个这个同意思 around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 我们说过还可以用 surround the world 也是世界每个地方 世界各地 还可以用all over the world 世界每个地方都可以 还有一个在前面 不加介词 在后面加副词的 还记得吗 叫做the world over 都可以表示世界各地 我们说迈克尔杰克逊 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surround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或the world over 都可以 迈克尔杰克逊就死了 所以这么用was 一般过去就死了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吧 around the world 在东北是 around the world surround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over 好 都可以表示世界各地的 这个在本文中就是 还有免费的环球旅行了 后面还说 they devise hundreds of competitions which will enable us to win hills and sums of money 他们设计出device设计了 数以百计的这种竞争比赛 怎么样呢 他们后面再带定义重句 他们可能使我们能赢得大笔的钱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使我们能够赢得大笔的钱 这使某人能够做模式 非常简单 中心动词读一下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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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body to do 使某人能够做模式 它的同意搭配 在写作中可以替换的 就是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body to do 使某人做模式成为可能 还是一样 使某人能够做模式 在这里面 这个it是行事编语 真正编语是后面的to do 使某人做这个事情成为可能 行事编语 真正编语是动作不能是to do 这两个大笔能替换 你看本文中呢 这个用的是 enable us to win hills and sums of money 用的这个结构 咱们看看 与它相邻的下一句话 就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它怎么说 下一句话就换成了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 对吧 reading on television make it possible for advertisers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way 替换了 可以换成什么呢 可以换成本文中 那个enable to do 一样 reading on television have enabled advertise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我们再写一句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在上一句话刚用完了 enable to do 下句话换成了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 to do 这明显是一个 同意表达替换 避免写作上出现雷同的现象 这是英语 写作比较忌讳 来回来去 用同一个字 那我们在写作中 我们也会替换了 这个简单 好 我们就看这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说了 那么 radio and television 就广播电视了 怎么样 have已经能够怎么样 made it possible for advertisers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way 咱们说了 make it possible 这个make home的it 是形式离语 真正离语是后面的to do 也就是这句话中的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is way 真正的离语 使这个事成为可能了 对谁来说 对广告来说 其实就是使广告商 能够用这个方式 来吸引百万人的注意力 这个意思 这里吸引注意力 用的是动词capture 这个吸引注意力的动词表达 咱们说过呀 在以前讲过 我们在当时21号讲 吸引了理传德 和亥巴兰斯的注意力 就说过这个打飞 动词特别多 可以用capture attract draw catch arrest command get 等等等等都行 capture是俘虏了 attract 吸引了 draw 拉过来 catch 抓住 arrest 逮捕 command 也是掌握掌控了 这个get是得到了 总之 我们都可以加 once attention 或者 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什么时候加once attention呢 如果这个人特别短 是个代词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就不能说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me 人太短了 怎么办呢 my attention 就好了 如果这个人比较长 是个名词 或名词短语 换成the attention of some 就好了 本文中的是 数以百万计的人 当然得用第二个搭配 叫the attention of millions of people 就好了 咱们复习 106页的第11行 最后到第12行 106页 第11行 最后到第12行 thi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ichard hemfrey 这吸引了 理查德汉芬莱斯的主题 他是英格兰当时 最伟大的 一位拳击手 这个后面是个名词短语 所以用的是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omebody 用的动词attract 跟本文中capture 一曲同工 表达意思是一样的 那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第31课里边 146页的第一行 146页第一行 true eccentrics never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真正的怪人 从来不会故意的 去吸引这个注意力 到自己身上 吸引注意力 他没有说吸引某人的 直接用attention就好了 draw attention 把注意力拉过来了 用的这个动词 效果是类似 都相当于中文的 吸引注意力 就好了 好 第二段等于对第三段的 这个免费广告 做了一个铺垫 那么第三段开始 就详细讲述 这个有趣的广告 是如何吸引了大家 狂热的这个热情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段 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During a radio program a company of biscuit manufacturers wants to ask listeners to bake biscuits and send them to their factory 在有一个广播节目之中 program就是节目的意思了 有一个公司 a company 什么公司呢 of biscuit manufacturers 就是一个广告的 这个这个 I'm sorry 就是一个饼干的生产厂家 这么一个公司 就是它本身是个 生产饼干的公司 biscuit 用在英联盟国家 多一些 就是饼干了 咱们有一次呢 ask some true 要求某人做某事了 就要求他们的听众 listner来干嘛呢 来这个烘烤饼干 然后呢 把饼干 送到他们的工厂里面来 这个烤 用的是动词 bake 这个的注意 在英语中的烤啊 咱们经常把它用错 这个bake呢 一般是用烤箱来烤饼干 或者是烤面包 我们才用它 还是什么烤鸡呀 烤鹅呀 不弄它 用烤箱来烤饼干 或烤面包 那么这样的这个面包师 这个这个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后面加2就好了 面包师专门烤面包 或者做饼干的人 我们读一下baker baker 那面包房呢 面包房 我们可以用bakers 或者bakery都行 大家记得吗 用这个店主 后面加PRS 可以表示他工作的地方 面包房 bakers 如果这家面包房呢 the bakers就好了 也可用bakery 也是表示面包房 专门做面包 卖面包这个地方 我们再读一下 bakery bakery 所以这个类型的烤 咱们用动词bake 但是如果含一变了 就不一样了 如果用烤箱来烤肉 用烤箱烤肉 我们就可以用动词roast 这个呢肉 发音特别类似 好记得吧 勾手头啊 搭上那边 roast roast 当然注意这个 用烤箱烤肉 不能只是烤面包了 而它本身词性灵活 它既是动词 又是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当然形容词来用 就是这个 用这方式来烤的 也行 比如说像roast turkey 叫烤火鸡 一般在这个 这个这个 重大节日 在我们会吃烤火鸡 是这么一个 还有呢 北京烤鸭 叫picking roast duck 你看这种烤箱 烤肉 用肉 注意这个时候 当形容词来用了 北京烤鸭 叫picking roast duck 就好了 这是用烤箱来烤肉 但是我们含一变一下 如果是用明火 在就是下面用碳火明火来 在烤架上 或者在铁板上 来做这个烤 这种烤肉 我们一般叫grill g-r-i-l-l 或者brow you也行 这brow you呢 在美国用的少一些 用的英南方国家更多一些 我们两个词都行 大声来没 grill grill brow you brow you 这两个词都行 也是指烤 但一般是指明火 在什么烤架上 或者是铁板上 来烤 你像烤鸡 叫grilled chicken 或者brow you brow you 都行 就在烤架上 或者是铁板上 这个烧烤 但一般也是指什么肉 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烤 咱们叫户外的烧烤 尤其是我们在野外聚会的时候 我们叫bbq 这些全叫barbecue 就是户外的烧烤 尤其是在野营的时候 咱们吃烤烤用这个 大声来没 barbecue barbecue 一般有人说起 就bbq 吃的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注意烤面包 咱们动次bate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说了 they offered to pay ten dollars a pound for the biggest biscuit baked by listener 他们offer to do 咱们以前说过 就主动提出了 对吧 他们主动提出 就是这个厂家了 主动提出 说呢支付每磅10美元 呃 来交换什么呢 来交换那个最大的饼干 什么饼干 baked by a listener 这后制的女 来 被听众烘烤出的这饼干 谁的最大 那把它买下来 一磅支付10美元 这个意思 这句话里面 要注意一下 里面的这词for 这个for 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等价交换 就是你给我饼干 我给你一磅10美元 这个交换的感觉 你看这个交换呢 前面是钱 后面是东西 或前面是东西 后面是钱都行 你看都有for的 比如说 he paid me 30 dollars for my bike 或者she bought my bike for 30 dollars 他用30美元 来买我的自行车 你看前面是钱 后面是自行车 或者说他用30美元 买了我的自行车 he bought my bike for 30 dollars 都行 这个for在这 是表示等价交换的意思 对吧 你给我这东西 我给你这个钱 或你给我钱 我给你东西 每个赛钱都行 如果要是免费呢 我们在第二段的 第一句话看到了 在上文中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免费就是for nothing 对吧 多年前发现 我们大家都喜欢 免费得的东西 咱们就明白 为什么免费 就是for nothing 就是我们得的东西 但是却不给你任何钱 不给钱 白拿 这不是免费吗 for nothing 这个for还是表示 等价交换 这个意思 你再看本文中最后一句话 看本文最后一句话 也出现了for the manufacturers had to pay more money than they had anticipated for they bought a biscuit from the student for twenty-four thousand dollars 这个广告商 不得不支付 比他们预期的 多多多的钱 因为他们花了 两万四千美元 从这学生中 买下了这个饼干 这个for是花了多少钱 也是等价交换 用钱来换这个饼干 表示交换 这个意思 注意 表示这个含义 用借字for 别把这能走 别把这能走